啊 這裡 我聽那個 賣的人說是九十幾磅 四十二KG 差不多 九十幾磅 那是什麼來的 唉 又可以是什麼 其實我之前拍了很多條開箱 你拍我 你拍我說又可以 我之前拍了很多條開箱 但都沒有公開因為我免得給我老婆知道 但是 這一個我覺得 值得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是近年 我買完覺得最期待 和最滿意的一件東西 我們現在打開它 究竟是什麼來的 究竟是什麼來的 剛剛在中環推回來 我自己看到都說得很難 誇張 我的雲石夠不夠大 不是 我覺得好像Death Star上面其中一發 是嗎 是可以擺這邊 就是配這邊的東西的 其實它是Star Wars的東西 那裡留了一格的 對 很帥 然後看回後面 這裡有3支 12AX7 2支 6SN7 4支 KT66 接著有支 5U4G 全部都是常用的膽 所以 所以 就中招了 就買了這部機 打算可以玩完我的膽子 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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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儲電的 我幾部 之前幾部 手工好一點的機 都是要儲電的 這部要儲電也是正常的 好像上次那部 黎茨的518IA 即是 兩支 即是 單端的845 啊 對了 對了 不好意思 這樣就在了 接著呢 都未夠活該 大家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remote 但是remote不是一個按鈕 remote是可以 這樣扭出來 來調大小聲的 真的好零零七 這件事 至於好不好聲音呢 我沒理由在這裏錄音 錄音 其實都沒有什麼說服力 但是我剛才在試那裏 聽就非常之滿意 就算跟這些原裝膽 對了 跟原裝膽是可以好聽的 你未必一定換了 說貴膽 古董膽 那些就好聽 還有我最近輕玩 舊的中國膽 所以我已經買了一塊回來 買了一塊舊的KT66 桂光 但是 結構都跟我以前用金絲 透明瓶的KT66好似 所以試一試吧